欢迎来到N3T频道 请订阅频道更新时尚资讯,日常生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看看我们的视频 春回大地,女人不管多大,都要好好打扮 这四个要点,穿出高级感 相信每个女人都对春天有着完美的期待 那就是穿上有春天感的漂亮裙子,配上温柔的妆容 充分释放,完美展现如纯的自我 而女人在穿搭上永远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不管多大年纪,都更愿意在穿搭上折腾 着装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外在气质 年轻女性在穿衣上青春活力 而成熟女性在穿衣上则更显优雅气质 其实,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女人 不管多大年纪,都要打扮自己 即使到了40岁,也能穿得优雅得体 40岁的女人,失去了20岁的青涩 变得更加温柔妩媚 40岁女人最大的魅力,就是她的从容 更有成熟的韵味 只要学会这些穿搭技巧 40岁也能穿出别样魅力 第一点,穿衣风格是否合适 每个人的身材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一些天生的骨质问题,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盲目照搬选衣服的路线 一定要学会用衣服的形状和长短的关系在视觉上 做出补缺图 只有让别人觉得衣服配你,才能算你会打扮 否则永远给人一种不会打扮的感觉 要点三,整体配色不宜过多 除了元素不要太多,颜色也不要太多 穿衣搭配要注意色彩的整体呼应 穿搭要么选择同色系,要么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比如黑色,灰色等冷色系,本来就是酷冷的 如果将它们与红色,粉色等暖色搭配 会觉得整个人很不协调,很突兀 身上的颜色不需要太多或太复杂 可以多一些,也可以更好一些 第三点,妆容是否有格调 现在的女孩出门前花很多时间打扮 事实上,妆容越艳丽越好看 款式也要符合自己的年龄和穿衣风格 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然妆容不搭,会显得很廉价 首先,妆容的深浅要根据自己的五官和年龄来决定 五官比较大的成熟女生可以稍微增加眼妆 口红的颜色也可以稍微亮一点 尤其是年轻的姑娘们千万不要化浓妆 否则会显得非常俗期和做作 第四点,饰品是否有品味 一件小小的配饰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将女人的形象修饰得更有气质 但如果是没有品味的女人 她们根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配饰 更不会在乎如何用配饰来装点自己 要么选择一些夸张的配饰 要么干脆不带配饰 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 这样的女人 一看就知道是不会打扮的 春天穿什么才时髦 Tix E 学仿衫家阔腿裤 走年轻化路线的姐妹们 流光衫千万不要错过 缤纷的流光元素让整个造型更加灵动优雅 流光的设计也很有春天的气息 但此时的阔腿裤需要选择纯色的中性色系 比如黑、白、灰 但尽量使用衬衫的印花色之衣 以免让穿搭显得凌乱 Tix E 为衣裙加针织裤 为衣裙与裤装的搭配 暖暖的早春时髦 而且也不怕搭配不好 不管是皮裤、牛仔裤 甚至是阔腿裤 都可以轻松搭配 相比之下 长款卫衣连衣裙更加支性优雅 保暖性更强 非常适合通勤 短款的连衣裙更加利落俏皮 更适合小个子和学生党 但保暖性会稍差 如果你不是防冻明星 最好搭配裤子或者靴子 但是无论选择哪一款 一定要避免卡在膝盖上 盖过脚踝的长度 否则会很短 Tix 3 条纹衫加牛仔裤 很多看似简单的单品 其实搭配起来会给你惊喜100倍 春天的气候很不稳定 有时候天气还是有些凉爽 所以在选择春装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搭配的视觉效果 不要乱穿 黑色条纹衫衫和黑色长裤绝对是一对显瘦CP 穿成这样 打造64分身材很有必要 都说好身材是靠穿出来的 这话不假 深色条纹上衣搭配高腰牛仔裤 其实这种裤子也很显瘦 这种天气穿也不会太闷 分享的不仅仅是穿搭 更希望能帮助大家建立自己的内在审美体系和精神滋养体系 内外兼修 才能美长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